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如果上个影片介绍的游戏 让你觉得没什么难度 今天这一款难度就是直线上升 我一度差点打到怀疑人生 无奇迷途 这款在之前看到官方PP的时候 就令我非常期待 有一次逛Google商店的时候 还看到同名作品 我当时还以为台版是不是抢先上架 结果下载后打开 他妈的是倒数台的换皮垃圾作品 游戏在中国8月11号正式公册 开发商是MBCC工作室 为该公司的第一款手机游戏 有一个民间传言说 这间公司跟开发奇迹暖暖的碟子游戏有所关联 但...江湖传言看看就好 另外我蛮意外的是 这种作品在中国居然过审了 毕竟游戏充斥着各种犯罪、审讯、黑帮、粗话等元素 但转念一想 恋财片刻游戏都各种上架了 好像这也没什么 剧情上带有浓浓的邪道加黑暗风格 主角是带有特殊能力的管理局局长 可以透过能力将罪犯收服并收为部下 但这些部下的本性依旧叛逆 有些动不动还会想反抗你一下 而围绕这充满黑暗的城市 调查接二连三不断发生的异变 渐渐揭晓背后隐藏的真相 就是这游戏的主要大纲 部分设定会让我联想到Psycho Pass 但会不会像虚渊玄 黑暗又绝望 就不好说了 剧情方面几乎全程都有语音 配音表现也很不错 虽然画面只有简易的立绘加PPT式的呈现 但搭配十分契合的音乐渲染 观赏沉浸感极好 会让人愿意停下脚步平安 立绘方面 对比近期介绍的各种高浓度的日式二次元 这种唯美、叛逆、黑暗风格等元素的韩戏画风 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反差感 整体令人印象深刻 观望的概念图也非常适合当桌布使用 让我也对另一款还被上架的1999感到期待了 比较可惜的是目前Live2D的角色不多 大部分也都是静态力会 而UI也暗沉黑红色为主色调 结合游戏本身的概念 营造的视觉体验确实很不错 但实际操作体验却不是太好 很多按钮常常会搞不懂他是在做什么 过于以设计为导向开发 而战斗玩法方面 说到上一款是音乐配不上例会 这次则是3D建模配不上例会 银架感十足也不特别出色 感觉就像外包给二流厂商制作出来的 但如果做成大头娃娃的话 整体氛围又很不搭 如果是这商城角色的水准的话 难道会比用3D呈现更好 但关卡设计几乎不重复 还会配合剧情的变化设计 这点用心程度还是值得赞许的 玩法跟上一款纯堆战力的无脑爽推不同 这次是真的需要动脑玩策略的 除了塔防玩法也带点RTT的元素 而且某些关卡的练度反而不重要 更多的是要不断调配角色跟释放技能来掌控局势 一个手残就只能R1了 你常常会遇到有些关卡你想要无脑推 结果却被反杀 然后看大佬用全员一等轻松通关 真的是感觉被降维打击了 不过在体验中我发现 关卡难度的设计很不一致 有时候很简单 但下一关却突然拉高难度 除了考验你对各类角色的技能特性理解 像特殊Boss跟小怪 必须用技能让他破防或者牵制 当然可能更多时候是来自制作者的恶意吧 而谈到这游戏的养成非常麻烦 不是因为复杂 而是因为关卡的设计需要各种对策卡 进而导致养成需求膨胀 但体力又极度缺乏 所以玩家前期可能支援少当后就只能下线了 游戏另外还有一个类似好感度的审查玩法 通过获取的物证来对角色们拷问一番 不过不可以设设 各角色之间也有剧情连结 跟主线也是连贯的 而A的物证可能要从B身上获取 B的可能又在C身上 既有各种层层套娃揭开后续 如果后期文案不崩的话 这套组合拳确实非常厉害 各经典跟福利方面 福利不得不说是真的挺抠的 我打到3-7左右才50抽 保底需要80抽啊 一单6480转约2900台币 换算起来10抽也是约800元台币左右 也有计程卡池 看来这定价跟规则方面 大家都很有默契的向主流靠起 但能不能靠营运杀出一片天 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结论 立会是美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整体是偏硬核的玩法 上手门槛较高 之前内测就有玩家吐槽过了 但目前还是存在这问题 对于只想无脑轻松碾压的玩家过于劝退 而之前太多游戏的剧情 常常是烂到跳过也只是浪费时间 这次难得值得让人吸毒 但看剧情前 又要先被折磨一番 如果可以跳过战斗的话就更好了 而你玩方舟玩得不错 想要有更高的挑战 我推荐你来试一试 然后打不过 就跟我一起去找大佬操作业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